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约瑟夫尼达 约瑟夫尼达 他的汉文叫李约瑟 是英国建桥大学 李约瑟研究所的所长 我记得我1993年 在英国的时候 我到他所里的时候 他还活着呢 坐着一个轮椅 后来我回国以后 一年多他去世了 他在写的一部著名的书 叫做《中国科技史》 中间第29章 他就高度评价了 这个磁罗盘的发明 认为中国的这个发明 是人类历史上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 有一些发明是重要的发明 有一些发明不是重要的发明 而磁罗盘指南针的发明 是非常 非常重要划时代的发明 那么正是有了这个发明 航海洋 对于人类来 才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那么航海科技 最后一点 就是船舶本身 我们讲到了 这个导航术 讲到了用番 最后海外地理知识 我们也讲 最后就是船舶本身 每一个民族 都曾经发明过船舶 那么在我们中国古代呢 在汉唐时代 我们不但知道自己的船 我们文献中间 也经常提到海外的船 对海外的船 大概有三大分类 古时候中国人 第一叫做昆仑波 船舶的波 那么第二呢 叫婆罗门州 或者叫南海波 第三呢 叫做大士船 那么我一个个讲 昆仑波 就是昆仑指的是东南亚 南部 印尼 地文 苏门达拉 这些肤色比较深的 东南亚人 东南亚地区的居民 越往越北 他们的肤色 越接近中国人 像越南人 像泰国的北部 越向南 他的皮肤的肤色 越深 昆仑人指的是 东南亚的南部的人 他们的船 那么这种船的形状 在这个印度尼西亚 爪哇岛上 有一个古迹 中间 这个壁画中间 有所表现 这是第一 那么第二呢 婆罗门州 那就是古代印度的船 这个婆罗门州中间 最大的 就是狮子国 狮子国就是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 由于是 本身是一个岛国 虽然他的北面 离 印度 比较近 但他的三面 东西南 都是大洋的环抱 所以呢 斯里兰卡人 自古 是善于航海 那么我们 中国的一个历史文献 叫做 唐国 石骨 我们古代的一个文献 叫唐国石骨 中间呢 说 狮子国 的船 斯里兰卡 船 在外国的船中间 是最大的 上下 有好几丈 高 到了某一个地方 这个 由于他的货物多 来交易的人比较多 码头都变得喧嚣起来 那么这种 这种狮子国的这种 大船 实际上应该就是 发现墙的这种船 发现从 狮子国 斯里兰卡 上船的时候 他坐的这条船 他自己描写 可以坐两百人 而且所有的人 都带了好多的货 想的就是这样一种船 那么这些船 每年 经常到达广州 那船一来 码头上就是一片交易的 这个 景象 那么由于这个原因 在 在当时 在中国境内 中国其他的地方 都用铜钱 只有两个地方 一个呢 就是广州 一个呢 就是西域 甘肃这两个地方 是用经营的 经营来进行交易 那么原因就是 这些外藩的商人 到中国来 他需要带 印度货 那么印度货就是 他要把他们国内的经营 拿到中国来 进行 来 来购买东西 然后买的货 才能带回去 他们带来的东西 可能是一些香料 等等 那么从中国运出去 的是一些瓷器 丝绸 等等这样的东西 第三种 我们讲的船 大石船 大石船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个中国的文献中间 提到有一种船 叫做木兰皮 舟 木头的木 蓝颜色的蓝 皮革的皮 为什么叫木兰皮船呢 木兰皮就是 应该是阿拉伯语 马克力 就是 极西之地 西面的尽头 极西之地 今天在阿拉伯 国家中间 还有一个 马克力部国家 马克力部 摩洛哥 阿尔及利亚 意思就是 极西之地 非常非常西面的地方 也就是非洲最西面 再西面就是大西洋了 就没有国家了 那么木兰皮州非常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他说可以做书 可以乘数千人 这个酒中间可以 带上酒 带上食物 甚至还可以放上 织布机 那么这是 这个中国文献中间 记载的外国船 那么这样巨大的船 我们知道 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国家 都出产 适合于造船的木料 造船需要非常坚固 非常坚硬的木头 这个 我们中国古代的文献中间记载 这个 船造的越大 就越需要非常坚固的木料 如果这个木料 如果这个木料 它的强度不够 在风浪中间 就会折断 会发生船毁人亡的事故 所以呢 在广西的青州 有一种木头 那么这木头叫做乌鸾木 乌龟的乌 贪乱的乱 这种木头 非常非常的 这个强度非常高 它可以做成 长达五丈的 这个巨堕 巨型堕 如果你船一高 在船空寨的情况下 船的重心就很高 你在船的表面 使舵 那么这个舵呢 实际上真正的这个舵杆 和舵之间的距离 就非常的远 这个文献中间讲 这个乌鸾木做的舵 这个舵杆可以高达 可以高达五丈 我们今天 前几年 我们在南京 这个宝船厂 正合造船的宝船厂 我们曾经挖出来 这个舵杆 就来修理船的那个舵杆 今天还保存在 这个 南京朝天宫的 南京市博物院中间 那么1958年 也曾经挖出来一个 这个舵杆 被拿到了北京 中国历史博物馆 1958年 挖出来的舵杆 大概有十米长 十米长 我们的一层 一个一个层高 是三米 就是三层都那么高 舵的杆子 然后底下是舵 然后你转动 这个舵的杆子 使舵能够 舵是一个等于 七次形的 像个倒过来的 一个旗子 宝船厂 前两年挖出来的 有两根 大概一根是 4.8米 一根是11米 那么就将近四 一帐是3米 就是宝船厂 这根 还没有我们这个书中间 写的长 这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个舵杆 那么这样的时候 这个舵杆在青州 本地并不知什么钱 但是运到造船工厂以后 它就非常非常的 贵了 那么这种船呢 这种木头 不但中国使用 外藩人的船也要使用 所以在古代 造船的 基本的材料 它也 它也国际化 需要 各个地方 不同的材料 才能 造出一条坚固的船 那么 虽然各个民族都造船 但是各个民族造船的方法 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先讲 西亚 摩兰皮州 这个 马格里布州 那么这桩呢 我们中国古代把它叫做缝合舟 什么缝合舟呢 就是一个木头 和一个 两个木头 怎么连接呢 那么两个 这个 这是一个木板 这里 挖出一个槽 这边也挖出一个槽 那么两个 都是半个槽子 一合 中间就有一个完整的槽子 这个槽子呢 就夹住另外一块 上面的木头 两个木头 加一块木头 那么再这样 一个一个加进来 那么为了使它能够结实 这个木 木头的边上呢 都打上孔 然后用椰子树 的钟绳 像缝衣服一样 把两个木头 在木头之间 不但有这个 槽子把它 卡住 而且有钟绳 像缝衣服一样 这个木头之间 木头和木头之间 不断地掺上孔 像你这个针在这里 不断地缝衣一样 整个这个船呢 就是靠木头和木头之间 互相相嵌 再加 这个钟神 那么这种船 我们叫做缝合舟 缝合舟的一个 很大的缺点 就是 它是 有孔的 因为你要穿这个钟神 它就有渗漏的问题 有渗漏的问题 就是始终缓慢地 在那往外渗水 钟子它不会水 不会拥进来的 所以呢 我们中国古代的水手 在印度停了以后 看到戈壁船上 外翻来的西亚过来的船 那个水手老是在不停地往外 在那挖水 往外 那么这就是一种 做船的方法 那么我们中国古代呢 我们中国古代是用笋卯结构 就跟造房子一样 这边打上一个洞 木头卡进去 然后呢 这个一边是笋 一边是卯 笋卯 那么笋卯本身这个强度不够 是吧 所以这个船呢 这个 这个一个龙骨 就是实际上像我们的脊椎骨一样 龙骨两边 就像肋骨一样的 是吧 做成悬 那么那木板呢 就就就就就 附着在这个这个悬上 木板和木板之间 除了靠 在悬上 用那个大的铁 打成那个 我们讲的 回字形的这个钉子 把它卡住 木板和木板之间 也用这个铁钉把它卡住 那么铁会在水里 会生锈的 所以铁的表面要 要刷上 铜油 铁卡进去的那个洞 要用钟绳 扎上油灰 把它 把它拟住 那么因此呢 那个中国古代的 这个船的强度 比较高 不胜碎 那么后来古人发现 为了中国人发现 为了使这个船 能够做得更加结实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就穿药 这个 肋骨和 这个肋骨之间 我用板子把它 割开来 那么这样的 原来靠中间的 龙骨和肋骨 那么这样这个 侧向的强度 还不是很高 侧面抗压的力量 不是很高 我在中间 用一个一个横隔板 把它 连接来以后 这使这个侧面的 龙骨和龙骨之间 有了一个加强的板子 这样呢 我的强度就高多了 第二个 板子和板子之间 就割成了一个一个的舱 那么那舱和舱之间 有小门相通 如果你这个小门 把它堵死 万一你中间有某一个舱 两个舱漏了水 我其他 只要水倒不了其他的舱 我这个船还能浮在水上 今天我们叫做水蜜藏 就是一种救生作用 所以中国古代的航 虽然我们古代的外国的 书中间讲到了 中国古代的文言讲到 外国的船如何如何好 但是我们中国的船 也是很优秀的 中国的船也是非常巨大的 造船的技术 也是非常先进的 那么我们中国的船 和外国的船的载货能力 在印度有个 我们中国古代的文献 有个很重要的说明 中国的船比较大 这个波斯湾啊 这个波斯湾 里面是很浅的 中间主航道是很深的 中国的船比较大 它往往不能够 驶到波斯湾的里面 靠着直接到岸上 它必须在港外 毛泊 跑毛天下来 然后它的货要有小船 百度到港口上去 这是第一 我们中国的船 比较大 这是第一个机场 第二个机场呢 就是 这个 印度的一些 一些港口对船 是按船 来抽税的 它也不具体看你 船上有多少东西 你的货物它也不知道你 你知道多少钱 你来一条船 我收你多少税 但是 我们中国的船 比到达印度的 其他的 什么 婆罗奔州也好 什么我们讲的 昆仑州也好 或者大师州也好 它的收的税最高 中国的一条船 要收三倍的税 这是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明 当然也可能 中国的货比较值钱 都是丝绸 这我们 它并没有讲 但是中间有一个因素 应该是船的大小 就差得太悬殊了 这个作为抽关税的 这个主办方 他会觉得 一条小船 有时候 他就觉得不少船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还有具体的描述 有一个波斯 历史学家 写道过 他说在印度的港口 当中国的船 到达印度的港口 在码头边上停下来的时候 就像凭空 这个岸边 出现了一座小山 那个甲板上 还有这个 其他的楼层 上面还有 围对的各种各样的货物 给他感觉到 一个非常惊奇的感觉 所以我们讲到最后 在讲到航海树的时候 中国古代的造船树 也是非常先进 我们后面 后代中国出现 什么宝船 这么大的船 这绝不是偶然 不是一天发明的 这汉唐式的 中国的船舶就 非常的先进 那么 最后 我们提一下 假 这个 这个 谁 这个 发险 是他留下了 详细记载的 一个 一个航海家 那么官方的 这个史江 官方的 重要 最重要的是唐代 有个宰相叫 假代 他自己是一个 负责接待 外藩的 一个官员 就是经常跟外国人打交道 他每碰到一个外国人来 他就要问你们国家的大小 人口 土地 所以呢 贾丹 贾丹留下了一部 一个记载 叫黄华 四达记 啊 就是我们那个帝王统治的中国 到四面的 这个道理路程 那么中间呢 就有关于海陆的记载 那么他怎么记载呢 他说 从中国 到达 这个世界各地 那么这个海陆呢 啊 要从这个广州出发 然后到珠江口 然后经过 那个尼科巴群岛 到孟加拉湾 到狮子国 等等详细的一站一站 都做了记载 我们讲呢 是从啊 按时间顺序讲的 就是 这个中国古代的航海 我们从汉 讲到这个十六 三国 十六国 魏晋南北朝 到隋唐 那么这个时代 快要结束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代 在 印度洋 太平洋地区 也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 什么重要的变化呢 虽然 我们讲的古代的航海 是双向的 除了中国人出海 也有外翻 也有东南亚 印度大秦的商人到中国来 但是毕竟 中国人 因为秦渔记录 中国的文献中间 提到了更多 我们很少在古代的东南亚 印度文献中间 讲到他们怎么到中国来 航海 这是没有的 很少的 我们前面讲到中国 和印度两个民族之间的 巨大的 民族性格的差异 但是到这个时代 结束的时候 中国 我们东亚的航海家 除了中国 朝鲜 日本 我们的东亚的航海家 和 我们海外的 这个 往来的 这个 对手国家 那么有了一个 一个对话的时代 那么这个时代 主要是西亚 阿拉伯人的兴起 和唐帝国 大致在西亚兴起的是 阿拉伯帝国 阿拉伯人由于继承了 古希腊 古罗马的科学 所以他们一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就以一个文化非常高的 民族出现 他们也是情欲记录的 那么他们也记载了 很多的文献中间 记载了向东的航行 向东的道路 所以在这一讲结束之后 我们下一讲 将要讲 我们前面提到的 中国的历史文献 贾丹的 黄华斯达基 和阿拉伯人 他们的 这个地理文献中间 所提到的 分别由西向东 和由东向西的 两种文献记载的 这个航行 他们的比较的问题 我就在那边 自身的 军人献记载的